接下来有请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中国合规及政府执法领域领军律师尹云霞 为我们带来中美贸易战下企业的合规应对主题演讲 各位好 我今天的话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下 我们企业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时刻 以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我自己呢是在北大毕业之后在美国待了十年 就是一直是专注于这个合规及政府执法的 那时候主要还是说是在美国政府执法的时候 如何代表企业来应对美国政府的执法 那我九年前回到中国呢 现在的话呢是既做就是中国政府执法的一些代表企业进行应对 同时的话呢也有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的时候 如何能够来进行相关的这种应对 那我们呢是既代表 一方面是当发生了危机的时候 如何去进行应对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 如何能够提前做好一个预防的措施 减少这些危机的一个发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的司法部发表了一个China Initiatives 中国行动计划 这个事情其实呢是在中国美国司法部也是很controversial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美国待了十年其实有很多前同事和朋友是在美国司法部做这种刑事执法的 那司法部的人员通常认为自己不是政府官员而认为自己是一个professional 他们认为自己跟这个就是政府官员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认为自己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这种很政治的一个色彩 但是呢就是这个China Initiatives的话是针对于中国的 是号召美国的司法部的人员针对中国进行执法 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执法 这当然主要从一个就国家安全的一个角度 那这里面的话呢涉及到不同的类型的问题 包括呢就是这个FCP海外的NFY法 那这个FCP的话呢是禁止美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或者其他企业在美国进行贿赂外国政府官员 所谓外国政府官员就是说美国以外的政府官员 那这里面的话呢特别的是就是这个美国比较关注的话呢 就是中国的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呢很多国别 其实是有比较高的腐败的风险的 那在这些国家的这些投资可能看上去跟美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它的长臂管辖其实是很厉害的 等下我们也会说一些案例 所以说呢它其实也能够得着 那这些的话呢就是这个美国呢也是 很多美国企业认为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在海外的话 通过一些腐败的方式拿到业务 因此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当然从美国的一个国家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一带一路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布局 所以说呢这些的话呢就是都是美国政府会重点去查处 会重点去关注的 那美国政府也是就是说这个说得很清楚 针对于中国的企业的话 我们是号召我们的这个司法部的执法人员是进行重点的这种执法 那从出口管制和制裁方面的话 就这过去两年的新闻就太多了 中兴的华为的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的中国企业被放到了出口管制的名单 以及这个unverified list就是微经核实的 就是微经核实就是说我怀疑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的 我先把你放上去 那一旦放上去之后其实对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像我们其实也有个故事被放上去 然后他的这些供物商立马就停止 就是他进行供货 他的生产就完全的中断了 那这些呢 像现在还有一些企业的话呢 就是说是被传闻可能要放上去 我们现在也在代表这些企业去再继 跟这个美国政府进行交涉 在这边我们看到说这个sensual control 就是说除了贸易制裁和出口管制 肯定是现在就是大家看到 就中国企业面对比较大的危险 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海外遇到的风险是不限于此的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FCP的这个案子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判决 那里面的话呢是一个前香港的政府官员 他呢是被美国政府指责通过联合国的一个官员去行会了 他是代表 他是帮助一个中国的一个能源企业 通过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政府官员去行会了非洲的两个高官 包括一个总统 那这个事情的话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的话是中国企业 然后呢去这个通过联合国的官员去行会了非洲的总统 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是因为 派这个后被指责说是在联合国的大厦 跟这个联合国的官员去谈了这个事情 那这个联合国的话大家知道是在 他大厦是在纽约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纽约发生的 那在美国政府进行执法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地aggressive的 这minimum contact 就是他认为自己够得着的范围的话呢 是只要这个事情跟美国是有minimum contact 那minimum contact的话可能是 比如说我是用美元 然后呢这个美元的话呢是需要 他所有的clearance是在美国进行 那所以说呢这个 就是只要是用使用美元的话呢 都是会就是这个回到美国来 所以说这个都是跟美国有minimum contact的 还有一些的话比如像反其前 这个中招的中国企业就非常多了 其实不止银行是有中招 另外的话呢就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商业秘密这个犯罪 这期间前的话呢大家经常看到的是 中国企业被美国企业起诉 是侵犯商业秘密 但同时的话呢这商业秘密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形式的一个罪名 就比如说我们说华为的那个事情 就是T-Mobile的这个案子 其实是好几年前的案子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是被美国政府拿出来 做一个形式的一个调查 那就是这个还有这个 我们一些其他的中国的企业 其实都遇到了商业秘密的 这个侵犯商业秘密的这个一个 犯罪的一个这样的指责 那还有一些其实是就是说 大家在报道上没有看到的 现在的话我们是大批的引进 就是把我们的就是说这个去美国的人才 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是一块是一个新的一个战争的领域 那现在的话GDPR从去年开始实施之后呢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调查 而就我们所知 虽然这些东西没有公布出来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跟欧盟的这些执法机构的共通的话呢 其实是有不少是中国企业相关的 那这个数据的话呢 其实现在也被美国政府说成是一个 就是这个跟国家安全相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企业 他们因为收购了一家美国的APP的股份 现在是被要求呢 是就是说这个divest 就是把这个股份卖掉 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这个APP呢 它其实是一个同性链的 一个拍拖的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企业 同性链的拍拖网站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是觉得说 这个里面的话呢 同性链这里面可能是包含 我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绩的要人 就是说是一些 就是这个他们如果是有些亲密的照片 在这上面 那就是说万一的话呢 是被这个海外的政府掌握了 然后去来威胁我们的这官员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国家的安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这样一个 就是说就是私人的 拍拖的一个网站 然后也被认为是有这个国家秘密的这样的一个 威胁 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刚刚我们提到SAPP的 执法来讲的话呢 应该来说是跟中国相关的这种案件是最多的了 而且呢 其他的可能是根据就是每一个企业的情况 不一定都会涉及到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种反腐败的这种问题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每一个企业都可能涉及到 如果现在还没有一套反腐败的一个合规制度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在罗奔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说这个 这个SAPP里边的话 跟中国相关的这种执法案件最多 那同时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如果去应对执法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看到说中兴其实被罚的款是比较高的 这被罚款很高的原因之一的话呢 除了他的一个违法行为是非常的明显之外的话呢 当然就是他的整个应对的过程是很有问题的 在美国的三天性盖栏 就是他的一个 美国他的这个司法部他今天执法的时候 他在决定这个 他们在决定这个处罚的时候呢 他是会遵循US3DC盖栏 里面其实有非常具体的 我怎么去算这个罚金的一个这样的公式 然后这样算下来 那其中的话呢 就配合执法 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些改进的措施 以及你公司是否有完善的合规制度 都是会打分的相 那像这个去应对发生问题的时候 很好的去应对执法 配合执法 采取补救的措施 这些都会被认为是加分项 就是说是一个加分项 因此会造成一个减刑 那像去年的话 我们也是有帮助一个企业 他们是被美国司法部和政监会同时进行调查 然后但是呢 最后呢 司法部和政监会同时决定 说对他是不予的 decline constitution 就是我决定对你 就是说不进行调查了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也是因为根据他的这个执法的这种政策的话呢 认为他是就是说有很好的一个配合和及时的补救 那同时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在 其实美国前两年司法部曾经有过一个compliance council 他的一个名字叫黑谦 他也是就是说这个我以前的一个 他以前是在加入司法部之前呢 是在fizer工作 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工作很多 那他呢 在司法部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就是说美国司法部所有的执法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执法呢 执法的memo上都会有一个section 是由这个慧茜他来写 就是对于这个公司的合规制度进行一个评价 而这里面的话 如果这个公司有非常好的一个合规制度 那可能就是这个违法的行为 就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违法行为 而不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行为 因此呢 就是公司可以不得不受到复罚 那就或者的话呢 就是虽然这个是公司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但是呢 因此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减免 那这里面的话呢 所以说这个一个合规制度的话 其实它有很强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红利的 那怎么样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红利 那美国司法部的话 它也是针对于 就是这个公司一个什么样的合规制度 是有一个有效的合规制度 它是有一个机制 它有一个指南 那我们回到说这个 呃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呃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 呃 情况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 呃 嗯 今天我们看就中国的企业在海外遇到执法 那就是经常犯的错误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啊 那就包括比如说是对法律的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呃 海外的法律并不了解啊 啊 那像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privilege 所谓的privilege在美国法下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呃privilege就是说是呃 就是要他们的能够呃 就是能够就是促进律师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交流 所以说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特权 就是我当我的 我和我的律师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话 哪怕你是一个执法机构 或者是你是一个法院 你来有一个这个调查来找到我 我也可以继续提供 呃因为这是一个受到一个法律特权保护的 所以这个特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就是不管是诉讼还是在政府执法中都极其重要 那前两年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四大行之一呢 就曾经在芝加哥遇到了一个案子 然后这个案子里边的话呢 法院要求这家银行提供 呃呃相关的他们一次内部调查的呃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银行呢呃呃就说我这个是privilege的 你是没有权利来找我要这些文件的 但是呢那个法院最后看下来说呃 你这里边的话呢你的文件不是privilege的 其实很多内部调查如果做得好的话 事实可以是privilege的 但他们这边不是 那这里边的话呢就法院特别判了 就是因为中国的律师当他离开律师事务所 进入到公司的时候他就不再有license了啊 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律师了啊 他因此呢就不能够enjoy这个就是当这个如果是一个公司内部的呃呃 法务在中国的哈那就说他来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internal investigation 那如果是比如一个在美国的公司一个美国的法务他来立的一个 internal investigation的话 因为这个美国律师进入公司之后还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吧儿的 他其实还是可以enjoy这个privilege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但是说因为这个中国律师他已经不再有吧儿了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license attorney了 所以说呢就呃这个调查虽然是有你们内部的律师参与 但是呢也不再 enjoy privilege 但是privilege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在各个国家也不一样 在美国的privilege是保护的最全面的一个privilege的一个概念 在中国的话是其实是非常匮乏的 那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也是一个evolving的一个stage 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做内部调查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需要考虑到以后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政府之下 或者是一个诉讼 那我也因此呢是需要用一个这个可以就是说这个被privilege保护的一个方法来做 那还有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其实在英国的过程中的话呢 就如果去配合政府职法是很重要的 看一下哈 那还有之前的一个与爱 我们看着很多multinational company的这些跨国企业的话呢 他们都会有一个危机处理制度 一个crisis magic protocol 那这个全球适用的 那这里边的话可以指导员工 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每一步应该如何去应对 应该如何去汇报 是应该由谁来负责的 但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很多现实中看到 就是比较大的一些企业 其实也还是缺乏一个非常实物的 可能有些企业有个原则性的 但是就是缺乏一个非常实物的 一个如何去应对的 那就包括像中兴他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糟糕 那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一个事情的话 当然是他当时找了一个美国律师 然后这个美国律师后来反水了 然后呢把这个做了就是这个证人 然后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给了美国政府 另外一个一个呢 其实是一个很stopey的一个 mistake 就是他的一个高管 那终于知道就是这个自己的公司 正在被美国调查 然后还去了美国 然后呢就不但被抓 而且同时他电脑里面 其实有很多美国政府正在调查的 想要去看的文件 那这里面的话呢 有很详细的描述 就是说该如何去这个规避执法 以及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这个当然就成为一个 非常实际的一个证据 而这种错误的话呢 也是呃其实是就是就是呃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中心本来就是这个是 首先是肯定开始的时候是犯了错误 然后但在应对执法的时候也有很多 完全是可以去避免的错误 呃那我还也看到了有些情况的话 是有这个中国的大型企业 他其实海外的公司早就已经是被呃 调查了 然后呢这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呃 中国总部的这个高国安立马说我要去支持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要飞过去 那去去支持当地 那当他其实飞过去之后 可能立马就会在海关被扣下来 因为对方就在等着他过来 能够去这个进行取证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的话是 中国总部这边压根就不知道 就是说那边已经被调查了 呃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飞过去也有可能是就是被呃 呃直接扣下来 呃其实像孟晚舟的这样的事情呢 呃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但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个呃 呃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中国的高管 在海外出差的时候 在一个第三国的机场 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 呃只是以前那个宣传没有那么多 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的背景不太一样 呃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都应该有一个 呃这样的一个呃全球的一个危机 呃危机处理的一个手册 而且人士应该在全球都能够去实际的去适用的 呃包括呢就是这个孟晚舟的这事情出来之后 其实一些大型的中国的企业呢也有请我们来帮他们去做 这种就是这个呃就是这个呃这个呃 就是这个呃呃高管的一个国际差旅的一个政策 就是这个高管在什么情况下啊是应该考虑就是说这个这个 这个避免去哪些国家出差 如果是出差的话他自己该如何去呃呃 这些国际的权利呢以及包括他出差的时候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电脑 呃呃另外的话我们经常看到是这个呃呃 当一个企业被调查的时候可能他的一个合作伙伴早就已经被调查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客户说是跟他的合作伙伴的这个合同里面都有一个information right 就是说呢是能够把这个呃呃呃就当他的合作伙伴被调查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来通知他们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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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认为是在妨碍政府执法 但是在有些国家 其实比如像美国 有很好的沟通之后 一个内部调查也是很受鼓励的 如果是一个上市的公司的话 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董事的话 就考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special committee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内部调查 然后避免有一些 就是有content interest party 进行任务 同时的话 当有这种危机产生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还会有这种迷失的输送 集体输送 集体输送在美国是个特别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美国有一些律所 就是专门是来做这种集体输送 他们会去专门去找这些shareholder 然后来鼓励他们进行一个集体输送 那我们就看到 就是说这个 当然对于商事企业 以及就是说像这种 现在数据泄论的这种事情的话 经常会有很大规模的这种 集体输送 在危机处理的时候呢 然后很好地平衡 各个方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小的团队建立起来 那这边你的投资人你的客户你的商业伙伴都会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你的客户可能希望解约你的商业伙伴可能也希望解约 那同时的话员工他们的家属以及工会在很多地方的话工会是非常有势力的 那还有一些利益团体 他们可以有一些公益诉讼 还有这个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门可能会多头执法 如何去跟媒体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呢就是说在就是这个 我们在一些国家不论熟悉的时候 那就说有很好的这种PR和这样的公司来寻找也很重要 同时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也是看到说 一个国家的联合执法 各国家联合执法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很多企业是在巴西 或者就是一些阿拉美国家 那边是有一些投资 那像这个巴西政府 其实就是跟美国政府的合作是非常的密切的 他们最近的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案子的调查 都是跟美国政府一起进行的调查 然后这个奖子发金的话呢 也是大家一起来分的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及时的修正和改变改正的错误呢 是肯定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这个也是在很多时候处罚的时候 就是政府是会来算到它的一个处罚的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公司里面 它会考虑就是这个会有多少个处罚 刚才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合规的体系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这方面一方面它有法律红利 就是它在计算你的法金的时候 考虑要不要今天处罚的时候 它会考虑 这有可能是一个corporate defense 另外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预防了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能够尽量的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这里边的话呢 从我们每一个企业的这个就是可能面临的最大的这种风险是不一样的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 根据自己的业务来识别风险 然后来构加这样一个组织 然后呢这种合规政策手册可能很多企业都有了 但是光总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遇到证捧执法的时候 我们拿后的一打二文件过去 它也不会看的 那它关键是看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全覆盖全渗透 然后真的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企业的毛细血管里面去 在指导大家的这个业务的运行 你是否有一个真正好的一个合规文化 那要想让这些东西能够进入到一个 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里面进行运行的话呢 就是需要一个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实现 大家现在经常提到就是说 这个国资委也号召这个进行合规建设 那法改委的话呢也联合七部委发了这个文 那合规和法律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合规的范畴是什么 我可以继续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企业 它开始的时候是把八个法律的面容放到了合规里面 后来发现根本就做不过来 因为合规的管控方式跟法律是根本不同的 法律是呢就是说大家有问题来问我说这个合法不合法 三个方向放在合规部门里面就是反腐败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应对这种重大的政府执法 所以说人才的储备方面的话 一定是有应该有这种是能够去应对政府执法的人才存在 所以说很多部门或企业也会把应对政府执法这项功能放在合规部门里面 那就是要做合规的话就要做好合规 其实就是要管控一个人的一个行为 那这里边的话一定是会有内部调查去调查说是不是有违法这些行为 那这个有的企业会把这个内部的一些侵占的事情也放到合规部门里面来 当然就这个的也有的时候放在内控部门合规部门之作 就是对外的这种可恶违法的行为的这种管控 另外一块的话呢是就是有些企业会考虑放在合规部门的就是一个这些CSR 就是社会形象 因为做合规的话一定要出去去爱着陪着大家去教育大家说 你要走遵守道德 你要有强力的道德标准 但这一块的话也不是说必须的 应该来说最核心的合规的职能就是第一项 就是来应这种重大的政府执法 避免就是说一些就是这种对于企业一见封红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就是这些企业的话肯定是需要首先了解我有哪些重大的风险 先拿个筛子筛一筛 哪些对我而言的话 我是真的是需要用合规的方式来管控起来 而不是用法律的方式管控起来 你筛出来这个之后呢 就是这个是制定相应的手册 然后同时再通过一个信息化的流程能进入再来 那这里边的话 比如说我就是说反腐败 我是要放进来的 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会把反腐败放到合规里边来 那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说我如果能够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的话 那是要有很多的管控点的 那这一个一个管控点就是需要在我们的企业日常的运行的流程中能够放进去 那这里边的话你可能是在你的这个OA系统里边 然后呢把这些管控点全都放进去 最终的话你是可以实现一个 就是我就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边 那我全球的这些这个企业 我的投资我都可以很有效地管控起来 我知道每一个企业现在一个状况 它一个合规的一个运行的情况 那这些合规的话既包括一个顶层的一个建筑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刚才说的 不管是哪几项你觉得对你而言是最最重要的 需要管控起来的地方 这种一键封喉的这种风险 那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 时效地管控起来 那现在中国很多企业的话呢 都会把这几项放到自己的这个合规里边去进行管控 那这个每一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都是有已经比较成熟的 国际认可的这种标准来进行管控 而且我们这种合规的机制建议起来 就是需要有法律弘利的嘛 我们建议起来的话不是一个花架子 我们是希望真正有政府执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出来看 然后说我们这边没有公司的责任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些个人违反了我们的政策 那这里面像反腐败的话呢 是应该来说是最成熟的一个体系 那这种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应对 它的一个这个全流程全覆盖 然后把人才是三个方向全都管控起来 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一个体系了 其实对于合规体系而言 对于外企也就是这十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就是这个西门子 他们被FCP处罚 就被DOJ处罚 那时候是16亿美金 是当时最高的网款 之后的话呢 美国政府要求他们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 帮他们重建他们的合规体系 但是批请对我的老公家 那个Vicent Down来说的这个事情 那时候的话呢 西门子花了几千万美金 请我们去帮他们研制 如何能够有一套有效的合规体系 来防控这种反腐败的风险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我有去建合规体系 在那之前的时候像 OIC收购Euronext的时候 他们的FCP的政策 也是我当时写的 那时候我是Coprid 我们那个政策 就十几页的这样的一张纸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通过机制性的方法 能够通过各种负责电放动起来 也就是西门子的那个案子 当时他们花了大量的资金 请我们去跟他们不同部门的人进行访谈 把他的业务线条全都冲出来 他的finance的 他的这个sales的 他的这一框的各种方面的东西 我们拿出来看 然后来研究一套管理体系 其实合规就是一个 基于法律的一套管理体系 当然就有了这套东西之后 现在虽然对于每个企业而言 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来进行落地 但他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那这里边的话 你会有一个总体的框架 同时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会有一些细分的一些政策 能够具体地管控起来 我看的话已经有点点超时了 我就很快讲一下 那这里面的话呢 各个部门的协作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说这种三线的方法进行防控 那其实数据方面的话 其实有它的 其实所有的各个体系都是有它的相通性的 就是事前、事前、事前、事前的一个预防 一个事前的一个监督 一个事后的一个纠正 都是一致的 但是每一个体系的话 也有它的独特性 比如说数据的话 我们会跟着一个数据的 它的整个生命周期 来看就是如何能够防止一些违法的行为 而且数据的话呢 其实需要一个全球的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视野来看 因为这个数据的话是很难避免 一定是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流动 而我们在中国这边 即使在中国 完全在中国做业务的话 你可能也会去收集各个国家的一些数据 那出口制裁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 其实BIS和OVAC都有发过 他们一些很细节的指导 比如说BIS的话呢 它有100多页的一个指导 有8要素 然后来讲 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做合规 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这个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补班的合规 其实都是有很强的相通性的 包括Tone from the top 那一个就是说这个 如何去识别风险 然后呢 如何去进行培训 如何进行一个日常的监督检查 内部调查 然后商品秘密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是其实是特别值得 我们中国企业的一个注意的 因为这里边的话 很多企业以前关注的其实是说 是如何防护我的商品秘密 你不被别人其实进行窃取 不被我的员工地窃取 不被别人爬走 但是现在的话 就像我们派指的说到那样 就我们也需要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商业 我们没有侵犯别人的商业秘密 包括我们的人员的朋友 然后以及就是说 我们如果通过内部的一系列制度 能够就是说这个记录 record 能够说明 当有人来对我们进行 这个起诉也好 或者政府执法也好 我们能够很好地进行 一个抗辩说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就是窃取得起来的人 商业秘密 好 那今天时间有限 就是我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回头在线下可以进行交流 谢谢